小朋友们好,欢迎大家来到温哥华公共图书馆的国语故事时间,我是丁阿姨 很高兴你们有时间来跟我一起唱唱歌,听听故事 下面这首呢,是丁阿姨每次欢迎大家都要唱到的歌 很简单的歌,叫做Lulala 是像这样子 小朋友可以在唱嘿嘿的时候拍两下手哦 Lulala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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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Lelala Lulalala Lulala Lelala Lulala Lulala Lulalala Lulala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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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Lulalala Lulala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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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Lulalala Lulala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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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Lle 这首叫做Lulala 那么这首歌就意思是欢迎小朋友们,来到丁阿姨的故事时间 小朋友们拍手这么棒 我们再来做一个拍手游戏好不好呢 这首歌叫做如果感到幸福的话 你就可以拍拍手 咄咄脚 点点头 说嘿嘿 随便什么工作你可以想得到了哦 如果感到幸福你就拍拍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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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如果感到幸福你就多多叫 如果感到幸福你就多多叫 如果感到幸福你就躲躲腳 如果感到幸福你就點點頭 如果感到幸福你就說嘿嘿嘿嘿 如果感到幸福你就说嘿嘿 如果感到幸福你就说嘿嘿 如果感到幸福你就说嘿嘿嘿 哦 好棒 好棒 小朋友们 太好了 现在呢 就是我们一起来听故事的时间了哦 今天的故事叫做皮特猫 我喜欢我的白鞋子 小朋友们有没有听说过皮特猫呢 有没有见过它呢 这位就叫做皮特猫 有一天皮特猫走在大街上 他穿着他崭新的漂亮的白色鞋子 他好喜欢他的白色鞋子 于是他就唱起了他的歌 我爱我的白鞋子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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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什么声音 好奇怪的声音 哎呀 糟糕 发生什么事 皮特猫踩到了一大堆的 草莓 他的鞋子 他的鞋子变成了什么颜色 红色 皮特猫 皮特猫有没有哭 他才不哭呢 他继继继继继续唱着他的歌 我爱我的红鞋子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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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呀 糟糕 又发生什么事 皮特猫踩到了一大堆的 蓝莓 他的鞋变成了什么颜色 对了 他的鞋变成了 蓝色 皮特猫有没有哭 他才不哭呢 他继续走着他的路 唱着他的歌 我爱我的蓝鞋子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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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又怎么了 哎呀 糟糕 他踩到了一大堆的 这是什么 看起来脏脏的 一大堆泥巴 他的鞋变成了什么颜色 对咯 他的鞋变成了 棕色 哦 那都棕色 皮特猫 有没有哭 他才不哭呢 他继续走着他的路 唱着他的歌 我爱我的终鞋子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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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会吧 还有吗 还有吗 哎呀 糟糕 他踩进了 一大堆的水 所有的棕色 还有什么颜色 所有的蓝色 红色提前掉下去了 还有 所有的红色 全都被洗掉了 那现在皮特猫的鞋子 变成了什么颜色 白色哦 可是他们现在是 湿漉漉漉的 皮特猫有没有哭 他才不哭呢 他继续唱着他的歌 我爱我的终鞋子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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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皮特猫的故事 告诉我们什么呢 不论踩到什么东西 不论发生什么事 我们要不要哭啊 不 我们才不哭呢 我们继续唱我们的歌 走我们的路 因为 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这就是皮特猫的故事 诶 下面 我们来看看 我的朋友小乌龟在做什么 诶 小乌龟 大家看 诶 小乌龟 在这里哦 小乌龟该起床咯 很晚咯 嗯 看看小乌龟在做什么 小乌龟早上好 哦 哦 嗯嗯嗯 小乌龟 你在做什么 嗯 我才刚起床呢 唉 唉 起来了 我们应该去爬爬山吧 小朋友们 一起好不好啊 好吗 小朋友们 我们一起来爬爬山咯 小乌龟爬山 我们要唱首歌哦 小小乌龟上山坡 嘿嘿哟 嘿嘿哟 带着面包和糖果 小乌龟 沿途乐 小乌龟 可以吗 小乌龟 这首歌可以吗 嗯 很好听的 下面我们来唱 下面我们来唱一次好不好啊 再来一次哦 小小乌龟上山坡 嘿嘿哟 嘿嘿哟 带着面包和糖果 烟吐了油油 好棒啊 好棒啊 小乌龟 好 现在又可以休息咯 那么小朋友们 那么小朋友们今天的时间就差不多咯 我们要一起来唱我们的最后再见歌咯 再见再见再见 下次见 下次见 再见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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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下次再见 今天叮咛阿姨的故事时间就到这里了 谢谢小朋友们来参加 我们下次见